听别人的故事,悟自己的人生,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 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结婚前夜,准老公下药把我迷晕,和白月光在我旁边缠绵一夜。 我强忍装睡,选择婚礼继续,典礼上渣男疯了,所有来宾惊呆傻眼。 结婚前夜,未婚夫亲手为我吃药,要我早睡保持状态。 不想半夜醒来,却发现她和白月光在我旁边翻云覆雨,彻夜缠绵。 我虽不能娶你,可我想让你做我的第一个新娘。 我强忍住情绪,听见她和白月光布下周密计划。 原来她们早就设计好,明天婚礼现场,当高棚满座,人生顶费时。 她会在所有人的祝福下,为白月光戴上戒指,说出那句,我愿意。 床单上开出了星红的花朵。 她笑得娇羞无比。 我的每一个第一次都是给你的。 我努力回想着睡前的每一个细节,希望一切都是荒诞的怪梦。 直到我听到了她白月光的话。 思辰,你说万一她中途醒来怎么办? 我下的计量不是很准。 未婚夫丁思辰称笑着把白子墨压到身下。 那就罚你今晚不准下床那一刻我终于醒悟。 这一切都是真的。 我只是她和白月光退的一环。 而白子墨大概是故意将计量调小。 她要的就是我醒过来,听他们缠绵一整夜。 我看着墙上的时钟,分针和秒针滴滴答答地走着, 而时针停在了半夜两点。 昨晚,丁思辰说这几日我太辛苦了, 于是特意给我端了一碗补药过来。 她说里面放了助眠的药, 能够让我在明日结婚时保持最好的状态。 我很听话地喝下,也很感动。 她这么忙,还为我着想。 可现在想来,她只需要为我一颗药, 连开房的钱都省下来了。 多可笑,她到底是拿我多不当人, 才这般如我。 想到这我的心仿佛被千万根针同时扎进去那般, 反复刺痛着。 白子墨是她的初恋不假, 可他们在一起仅有一个月罢了。 怎么就抵得过我深情相守的四年? 回忆起前几年,丁思辰还经常会叫错名字。 我提醒她,她才反应过来。 那时候,我安慰自己,她只是太累了。 丁思辰也解释说,不是故意的。 可铁正在前,我已经无法再欺骗自己了。 两个人的计划和甜言蜜语同时冲击着我。 直到天快亮,他们才出门吃早饭。 我在两人折腾一夜的昏床上待坐了许久, 将我和她这么多年的过往都回忆了一遍。 不知过了多久,化妆师的电话将我唤醒。 我冷静地告诉化妆师不用过来了。 然后给丁思辰发消息。 婚礼我不去了,我成全你们。 过了很久,久到我的腰身已经坐到麻木。 丁思辰终于回复我了。 王珊珊,你发什么神经? 婚礼你不来,我跟谁结? 宝贝,你是不太紧张了。 别怕嘛,今天一定要见到最美丽的你哦。 她还在试图掩盖她的计划,甚至想哄我过去。 而我看着地板上她退下来的女人的睡衣, 脑袋里只有两个字,真脏。 我将她的衣服扔进浴缸,连同我的婚纱, 直接一把火烧了。 在熊熊烈焰中,我开始反思。 究竟是哪里令她不满意,她要这么对我? 给我戴绿帽。 我苦涩一笑。 想起昨晚她缠绵温柔的话语声。 她似乎从来没那样对过我。 每次想要跟她亲近,总是被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 她说,要把第一次留在我们的新婚之夜。 我忍住了每一次女人的冲动。 可她在我们新婚的前夜,将自己完完全全地交给了别人。 现在想来,真的很可笑啊。 丁思辰,似乎从未真正瞧得起我。 也对,丁思辰品学兼优,又是富二代,妥妥的高富帅。 当时在校园里,被追捧为年级男神。 我和丁思辰恋情公开时,整个学校都爆炸了。 他们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 年级男神会跟我这么个矮胖小在一起。 我没钱没家事,没背景。 连老师都觉得丁思辰能看上我,一定是昏了头。 当初有多骄傲,如今就有多狼狈。 想来,我这个屌丝也不能免俗。 成了男神玩弄于股掌之中的玩具。 心思烦躁,干脆起身开始收拾丁思辰的东西。 他经常找理由不在我这里过夜, 所以东西不算多。 收拾好后,我叫了个同城快送。 正准备歇会,门铃被人连按了几声。 我抱着丁思辰的东西起身去开门, 看见快送小哥一脸惊恐。 紧接着,他身侧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 丁思辰看了一眼,我手里的箱子立即怒了。 王珊珊你要死啊! 你敢把我的东西丢出去? 他抄熊正犯了,直接一伸手打翻箱子。 快送小哥,吓得落荒而逃。 我叹了口气,他这种操作我已经见怪不怪。 抬手想要关门,被丁思辰死死抵住门板。 王珊珊你什么意思? 结婚是你求我的,你现在演的是哪一出? 我不得不正视丁思辰。 必须承认,化了新郎妆的他很帅。 帅到这世间万物足以为他动容。 可惜他如此盛装打扮,并不是为了我。 帅气面旁下,藏着的是一副蛇蝎心肠。 他不仅要光明正大给我戴绿帽,还想逼迫我配合。 凭什么? 我王珊珊也不是天生软骨头,任他拿捏。 刚想爆发,丁思辰的胳膊迅速攀上我的。 珊珊,你不去我多尴尬呀,这么盛大的婚礼,你不是期待很久了吗? 丁思辰突然软下来,令我猝不及防。 每次他跟我撒娇时,我都无法抵抗,甚至会反过来加倍对他好。 多大的错误我都可以包容。 而今天,这是我没法包容。 我不会去的。 此话一出,丁思辰立即又炸了。 你敢? 这婚是你非要结的,你不去算怎么回事? 丁思辰狠狠推了我一把。 看见地上散落的他的物品,气得直接狠狠跺了脊脚。 抬脸便是破口大骂。 我真是给你脸了王珊珊,你长脾气了是吧? 你要是不去,你会后悔一辈子。 我看着他气急败坏的样子,心想自己究竟是怎么忍过这么多年的。 只要是有事情不顺他心意,他就会软硬兼施,直到达到他自己的目的才罢休。 不然我就会一直受折磨。 这样的人,究竟哪点值得我爱? 我深吸了一口气,忍住情绪。 丁思辰,你不是已经安排好新娘了吗? 总不能两个新娘同时上场吧? 你们俩昨晚的秘密计划,我都听到了。 丁思辰的脸上有一瞬间慌乱,很快便用尴尬的笑眼试掉了。 小气鬼,原来是在吃醋啊,我就知道你是爱我的。 丁思辰一把推开我往屋里走。 你赶紧通知家属典礼延迟,我就不计较你今天犯下的错误。 他一进屋便穿着鞋踩上纯白地毯。 他明明知道我有严重洁癖的。 他在不停践踏我的底线。 王珊珊,我要累死了,过来给我捏捏脚,机会难得,别不知好歹。 丁思辰厚着脸皮,仿佛一切都没发生过。 他吃着脚搭在桌檐上,手里捏了根烟。 难闻的烟味在我脸前蔓延。 丁思辰无所谓的态度彻底将我点燃。 我走过去一把掀了他面前的茶几。 昂贵的茶具破碎一地。 丁思辰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王珊珊,你疯了? 没错,我疯了,我彻底被这个男人逼疯了。 发生这样的事情,他没有一句抱歉的话。 反倒吃准了我不敢分手似的。 完全不把我受到的伤害当回事。 今时不同往日,我已经清醒了。 我颤抖着右手指着大门口对他说。 滚,立即从我家滚出去。 丁思辰被吓得拿烟的手都在抖。 我看着烟灰落在我最喜欢的高级地毯上。 直接拉起他的胳膊往门外推。 丁思辰直接把燃烧着的烟丢在我身上。 王珊珊,你敢推我? 你是疯了吗? 我确实从来没有对他使用过暴力, 都是反过来。 他不顺心的时候会用脚踢我甚至扇我嘴巴。 完全将我的自尊踩在脚底下。 我推他一下,他就受不了了。 丁思辰半个身子在门外,死死扒住门框。 王珊珊,我已经给你台阶下了,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看着他因挣扎裸露出来的前胸。 上面一大片暧昧不清的痕迹。 心里一阵刺痛。 那都是他和白子墨爱的证据。 现在,他竟然好意思来反问我。 真是可笑。 我退回身子准备关门, 丁思辰却死活不肯松手。 见我是真的心灰意冷, 丁思辰又换了战术。 他硬挤出一滴鳄鱼的眼泪, 装得楚楚可怜。 珊珊,这么点小事你就不要我了吗? 你不是说要爱我一辈子, 永不分开吗? 每次触及我的底线不肯妥协时, 他就会亮出这一招。 主打一个利用我的心软, 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一招,我看都看你了。 别演了丁思辰, 你累我也累。 你做的那些脏事, 你我都清楚, 要点脸好吗? 或许是我的话伤到了他, 丁思辰难得地出现了一些无措, 不过片刻又恢复了本来面目。 他已靠着门框, 翻着白眼看我。 王珊珊, 我能娶你是老天爷对你的恩赐, 你懂不懂感恩? 不就是跟他做个戏, 你到底在计较什么? 这破典礼让给他怎么了? 他说得理直气壮, 你要是介意, 我再给你办一次行吗? 能不能别闹了? 我的心再一次被狠狠刺痛, 原来他根本就不在乎我们的结婚典礼。 我花费无数心思, 时间, 金钱, 想要一个完美的婚礼。 在他眼里抵不过给白月光的年少承诺。 我到底在坚持什么? 我拿出手机, 调出昨晚偷偷录制的音频, 直接对到丁思辰面前最高音量播放。 他的浪叫声在走廊里泛起回声。 丁思辰, 不想撕破脸, 不想你在我的婚床上, 在我的旁边, 和别的女人私混的事闹得人尽皆知的话, 现在, 立即, 滚。 丁思辰伸手想要抢夺我的手机, 被我灵活避开后, 立即黑了脸。 王珊珊, 你以为我会信? 你从哪里下载的东西就想栽在我身上? 丁思辰不肯承认。 看来他还是对自己下的安眠药过于自信了。 以为我只是短暂清醒, 意识不清时听到了一点点。 实际上, 昨晚我比任何人都清醒。 丁思辰, 是不是你你最清楚? 我原本不想拿出来, 是你逼我的。 兔子急了, 还咬人呢? 我不能任由这对狗男女这么欺负。 我的自尊何在? 丁思辰眼看情势不对, 立即又换上了那副可怜相。 姗姗, 是不是你昨晚产生幻觉了呀? 早知道就不给你吃不要了。 丁思辰还当我是个傻子, 想继续忽悠我。 而白子墨却故意减少药量, 以此来刺激我。 这俩人还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一样的恶毒且不要脸。 丁思辰见我沉默, 以为我又心软了。 整个人都贴上来, 想要用身体讨好我。 他一靠近, 我就能闻到他身上那股 专属于白子墨的香水味。 气味直冲鼻腔, 本能地想吐。 我一把推开丁思辰, 他干脆直接跌倒在地上, 眼面哭泣。 王珊珊,你好狠的心, 我真是看错你了。 这男人不仅不承认, 还想泼我一身脏水。 我懒得理他想直接关门, 电话铃声突兀地响起。 我看了一眼, 立即停了手上的动作。 是丁思辰爸妈的电话。 我看了一眼地上的丁思辰, 只见他露出一脸得意。 似乎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他轻巧地起身, 拍了拍手掌的灰尘。 王珊珊, 我爸妈对你可跟亲闺女似的。 我爸刚做完搭桥手术, 你可别这种时候刺激他。 我确实不想刺激到丁思辰父母, 紧张到握着电话的手都在抖。 丁家除了丁思辰都对我不错, 尤其是二老。 老人家一直说我是他们心中的好儿媳, 也一直催促我们结婚。 他们是真心喜欢我。 反复在心里琢磨几秒后, 才接了电话。 一接通, 丁思辰妈妈便急促地询问起来。 他一个劲地问我和丁思辰是不是闹矛盾了。 在不知道发生什么的前提下, 竟然直接对我道歉, 让我多多包容他。 甚至还说结婚后再给我换辆豪车。 两位老人对儿子的婚礼同样上心, 并且完全尊重我的想法。 难以想象这样温厚慈爱的父母, 竟然会有这么霸道蛮横的儿子。 电话中我态度坚决, 一定要退婚。 要不是念及二老的恩情, 我肯定直接将退婚的理由说出来。 看我的态度180度大转变, 二老盛情邀请我去家中。 看着眼前小人得志的丁思辰, 我本不想答应的。 然而, 退婚不是小事, 对长辈尤其要显得尊重。 这件事说到底, 也不是二老的过错。 我决定当面跟二老退婚。 听见我在电话里答应去吃饭, 丁思辰笑得跟朵花似的。 他连忙跟在我身后, 试图牵我的手。 被我嫌弃地避开。 来到地下车库, 碰到保安时, 对面亲切地打招呼。 哟, 新婚夫妻出门度蜜月啊! 丁思辰立即趁机搭上我的肩膀。 可不是吗? 我老婆可怜人了, 每天都离不开我, 她故意将尾音拉长, 透着无限骄傲。 走到她尊贵的麦凯伦面前时, 丁思辰直接打开门坐了上去。 殊不知, 我却绕开她的豪车, 静止走向我的摩托车。 轰完油门, 引擎的声音响彻整个停车场。 丁思辰只愣了两秒, 立即钻到驾驶座, 踩足了油门试图跟上我。 我戴着头盔骑得飞快。 车到狠堵, 我便穿小路, 彻底甩开了丁思辰。 等我到丁思辰家门口时, 饭菜的香气已经挑过来了。 丁思辰的消息铺天盖地袭来。 王珊珊, 我爸妈不欠你的, 收起你那副臭脸。 要是让他们俩不开心, 我跟你没完。 你好好表现, 我就原谅你, 我们照常结婚。 事到如今, 他还沉浸在自己王子的幻想里。 幻想着我为他臣服, 为他妥协, 为他献出一切。 做什么美梦呢? 我没有理他, 静止走进去。 丁思辰妈妈举着锅铲探出头来。 哎呀珊珊, 你可算来了, 我这边马上就好, 你进去陪你叔叔喝茶。 我点头, 笑不出来。 往客厅走, 看见丁思辰爸爸正在摆弄我最喜欢的唱片。 桌上泡的是我最喜欢的张婷水仙。 老人家招呼着我坐下, 丝毫没有过问丁思辰在哪里。 如往常一样跟我聊天, 关心我的工作, 身体, 近来的琐事。 聊了没一会, 丁思辰就到了。 他的头发有一丝凌乱, 表情满是怒气。 在看到我和他爸爸交谈甚欢后, 强忍下怒气。 若是以前, 我一定会过去拿下他的包包, 替他脱掉西装外套, 再为他倒一杯上好的热茶。 此时, 我当作没看见他, 丁思辰显然没想到。 他递出去包包的手悬在半空, 尴尬地停住。 丁思辰爸爸瞟了他一眼, 同样没有言语。 丁思辰只好自顾自地脱衣服, 换拖鞋, 又满脸不开心地坐下。 丁思辰妈妈端着我最爱的水果放在桌上。 珊珊啊, 你也知道, 我们老来得子不容易, 所以就对他浇灌着, 养成他这副浇灌性子。 丁思辰父亲立马把话头接过来。 是啊, 你们这么多年, 哪能说退婚就退婚啊? 夫妻过日子都是这样的, 哪有不吵架的, 说清楚就好了。 丁思辰妈妈把包好的橙子塞到我手心里。 你是我们俩认准的儿媳, 早就把你当一家人了。 这话不假, 可是越想越心酸。 我也想有一个美好的婚姻, 一个圆满的家庭, 可破坏这一切的不是我。 丁思辰似乎是被二老的话感染到, 竟然破天荒地, 第一次对着我道歉。 珊珊, 对不起, 这次是我太任性了。 他楚楚可怜的样子, 简直人处无害。 要不是昨晚, 我肯定又被这副面具哄骗了。 丁思辰见我不表态, 干脆坐近揽着我的胳膊。 珊珊, 不要退婚好不好。 我扭头看他, 这张我爱了几年的脸, 如今却令我无比恶心。 何必道歉呢? 丁思辰文言眼镜都亮了。 他以为我回心转意了, 脸上露出轻松愉悦的神色。 我直接挣脱他越搂越紧的胳膊, 起身对着二老鞠躬, 礼貌却疏离。 我和丁思辰已经分手了, 这婚我不能结, 希望二老体谅我。 话一说完, 丁思辰父亲双眼上翻, 直接晕了过去, 家庭医生来过后, 丁思辰的父亲已无大碍。 全程我帮忙台人抢救, 丁思辰便怨毒地在一旁看着我。 似乎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 丁思辰妈妈在旁边眼泪连连, 小夫妻吵个架哪闹得很严重啊, 你看你们把你爸气的。 若是以前, 我一定已经服软了。 天大地大, 人命最大。 父母就是子女的一切。 然而我心里清楚, 这是过不去。 不是几声道歉能抹掉的伤害。 显然丁思辰并不明白这个道理。 他看我的眼神像是在说, 至于吗? 这么点是至于分手吗? 就算天大的事, 他道歉后我都应该高兴地原谅。 听什么? 家庭医生走后, 卧室内死一般寂静。 刚想开口, 突兀的电话铃声响起。 一个甜腻的女中音, 发出令人难受的夹子音。 思辰宝贝快接电话, 亲戚老公想你了, 那是白子墨的声音。 丁思辰瞬间红温, 下意识点了屏幕, 想暂停铃声。 却不小心按了接听。 满屋寂静下, 白子墨的声音从话筒里传来。 宝宝你怎么不回消息啊? 我急死了, 那个死女人还不肯就范呢? 丁思辰的脸一路烧到脖子根。 他手忙脚乱挂了电话, 背过身去, 尴尬到不敢指示我。 半天才转过身来。 打错了, 肯定是打错了。 丁思辰妈妈立即拉着我往外走。 折腾一天, 姗姗肯定饿了。 我们先吃饭。 还不等我拒绝, 人已经被拉到客厅, 才是早就做好的。 一道道被热好了端上来。 所有人都没有食欲, 尤其是我。 用坐立南安形容丝毫不过分。 因为我看到丁思辰手上原本带着我们婚戒的位置, 空空荡荡。 看来他早已为他的新娘准备好一切, 甚至连婚戒的位置都空出来了。 丁思辰看我表情不对, 殷勤地给我夹菜。 姗姗, 你多吃点, 你最辛苦了。 我看了一眼碗里的海鲜, 直接放下筷子。 丁思辰, 我不吃海鲜。 对方明显愣了一下, 转而换上一副笑脸。 这都是顶好的, 你尝尝吗? 你平时吃不到的, 他说完又加了一块更大的放我碗里。 还洋洋得意地介绍起来, 这可是傲龙, 你知道多贵吗? 我直接将碗筷推到一边。 原来在他心里, 我是个连傲龙都不认识的窝囊飞。 而跟我相恋多年的丁思辰, 竟然不知道我海鲜过敏。 我的爱情, 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笑话。 刚响起身下桌, 丁家大门的铃声响起, 一个熟悉到令人反胃的声音响起。 白子墨一脸礼貌地微笑。 阿姨, 我是思辰的朋友, 他在家吗? 丁思辰妈妈闪过一丝疑虑, 挪出半个身位看丁思辰。 妈, 这是我一个朋友, 他伸手想将白子墨往外推, 却被反带着一起进了门。 白子墨十分不客气地坐下, 坐在我旁边。 赶得早不如赶得巧, 正好我也没吃饭呢。 丁思辰妈妈虽然觉得疑惑, 却没多问。 出于礼貌, 还是添了一副碗筷。 丁思辰小心翼翼地坐下, 直接被白子墨拉着手, 戴上一枚戒指。 他动作最快, 却被我看得一清二楚。 两个人带着卡蒂亚最新款的情侣戒, 在我面前继续演戏。 阿姨您的厨艺可真好。 您怎么知道我最爱吃傲龙啊? 阿姨真是有心了。 丁思辰尴尬地不敢说话, 我却彻底心凉了。 原来爱吃傲龙的, 是他心心念念的白月光。 我的喜好他从未记得过。 我低下头去, 看见狗男女的腿脚缠在一起, 就连在父母面前, 也可以不要脸地勾搭。 我故意将餐具吊在地上, 吊在丁思辰妈妈那边。 老人家弯腰的一瞬, 立即看到了不该看的, 隐忍着怒气起身。 而这时的丁思辰情至深处, 完全没发现他妈妈的不对劲, 甚至还在桌下偷偷牵着白子墨的手, 眼神仿佛拉了丝。 丝尘, 你也不照顾下姗姗, 她才是你的未婚妻。 丁思辰妈妈说完, 场面一度非常尴尬。 我干脆起身就场。 阿姨, 我说过了, 我不会和她结婚的, 我们已经分手了。 说完我看向白子墨, 她的眼睛明显亮了一下。 丁思辰也大力甩开白子墨的手, 回光返照般, 想要靠近我。 我干脆离席。 我吃饱了, 张姨, 你们继续, 我就不打扰了。 丁思辰妈妈明显察觉了我的情绪, 在门口拦住我。 珊珊啊, 你要是受了委屈, 就跟阿姨说, 阿姨一定为你做主。 我苦笑一声, 这个主, 没人能做得了。 他可是丁思辰, 丁家唯一的少爷。 全天下没人能忽逆她的心思。 她想虑我就虑了, 怎么我想退婚就不行了? 我笑着摇摇头, 阿姨, 昨晚发生了很不好的事情, 我们才分手的, 具体的你去问丁思辰吧。 说完我往外走, 还没走出去, 就听到身后传来的咆哮声。 王珊珊, 你装什么纯情啊? 我只不过犯了全天下人都会犯的错。 你有必要一直抓着不放吗? 这点事又不影响结婚。 再说, 也不是我一个人的错。 你装什么委屈啊? 我强忍下心中的脏话, 转身看着丁思辰妈妈。 阿姨, 丁思辰跟她睡了, 他们俩在一起很久了。 这就是我要退婚的理由。 我离开丁家时, 听见里面传来争吵声。 至于他们怎么吵, 我已经不在乎了。 我只想在丁思辰甩锅的时候甩回去, 仅此而已。 回到家我, 立即发了一条朋友圈, 宣布婚礼取消。 发完后, 收到无数条微信。 有亲戚, 也有朋友同事。 无一例外, 都是披着关心我的外壳, 想要八卦的。 我全部没有理。 直到我的发小打来电话。 姐妹, 你终于清醒了。 你都不知道, 我们多不看好你的婚姻。 我缓缓输了一口气, 原来大家早就看清楚一切了。 姐妹, 别郁闷, 出来喝酒, 庆祝你恢复单身。 我挂了电话, 立即出门。 来到我从未涉足过的酒吧。 吵闹的音乐声混合着酒精的味道, 和尔蒙疯狂分泌。 好姐妹赵愿订了最大的卡座。 每次一叫你来你, 就被臭渣男按住, 这回终于有机会享受了。 没错, 我不抽烟, 因为我讨厌烟味, 却可以包容丁思辰抽烟。 我不喝酒, 不是因为我不爱喝, 是丁思辰不让我喝。 他自己却喝得鸣顶大醉后, 跑到白子墨楼下告白。 我和姐妹们的聚会, 十次有九次去不了。 哪怕丁思辰在外面玩, 也会找无数个理由让我在家守着。 守着那个空荡荡的家, 想到这心里便一阵憋闷。 拿起一杯醇饮, 一口干掉一半。 酒精一路从喉咙烧到心肺, 热辣混杂着爽感直冲天灵盖。 我满脑子只有一个字, 爽。 离开丁思辰真爽, 退了婚更爽。 赵燕拍了拍我的肩膀, 看来你真是憋坏了, 你知不知道, 白子墨那女的不简单。 我眉头紧簇, 你认识她。 赵燕叹了口气, 压了一口酒。 我家跟丁家有点生意往来, 听到一些八卦。 白月光回来以后, 俩人就勾搭在一起了。 我低下头心里五味杂陈, 姐妹连忙揽着我的肩膀安慰我。 原来全世界都知道我被绿了, 除了我。 然而我的好朋友为了维护我岌岌可危的自尊心, 选择装作不知道。 我被地理打听了。 那女的在国外被富豪包养, 混得不好才会来的。 这种货色, 丁思辰都能看上, 当个宝室的, 你成全她好了。 白子墨竟然有这种过往, 这是我没想到的。 丁思辰心里的白月光, 我以为怎么都不会差。 没想到竟然是个被包养的小三。 那她勾搭丁思辰也并不意外。 有钱还有盐, 重要的是还迷恋她。 这不就是送上门的富豪吗? 赵苑拍了拍我的肩膀, 示意我看过去。 桌上放了一份合同, 明黄黄几个大字令我浑身亢奋起来。 那竟然是我自主研发她的项目计划书。 好姐妹, 情场失忆, 职场上想不想搏一搏。 我拿过项目书翻看起来, 原来我发给她的资料她全部看过并做了整合。 现在已经有了雏形, 甚至可以运作起来。 你当年是学霸, 你做出的东西我有信心, 怎么样, 要不要一起做? 我激动到不知道说什么, 颤抖着手, 紧张到拿不起笔。 当场就决定在合同上签字, 并不是为了追求金钱或刺激, 而是我第一次感觉, 我在为自己而活。 签了合同之后, 赵苑还是有几分担忧。 她犹豫半天后才开口, 你不会过阵子又跟丁思辰附和谈恋爱去了吧? 要是被丁思辰知道你搞事业, 她肯定不同意的。 我们这个项目没有你就完了。 没错, 丁思辰不会同意我搞事业。 她就喜欢看我在家当家庭主妇, 当她家里的一条狗。 哪怕我从来不要她的钱, 哪怕她从来不回这个家。 她就像倦养小动物那样, 想看的时候看我一眼。 不想看的时候, 也不许我做自己的事。 我趁她不在的时候, 继续做啊。 我大学就是学计算机的, 这些算是兴趣, 无聊时解闷。 有了雏形之后就发给发小, 没想到她愿意投资开发。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 我开了自己的科技公司, 带领一支专业的开发队伍。 很快, 我们便有了阶段性的成果。 几个月后, APP成功上线, 一度躋身各大应用市场第一名。 我成了出现在热搜上的新兴科技新贵。 从无业人员到企业家, 短短半年, 我做到了。 原以为这样的日子可以持续。 老天偏爱打破最平静的一切。 在一次行业投资晚宴上, 我再一次遇到了丁思辰。 如今, 他代表丁氏集团参加晚宴, 确实应该。 然而, 当他穿着西装走向我时, 我眼前出现的, 是一条吐着信子的毒蛇, 正在有目的地接近我。 而他的手上, 竟然带着我当初送他的婚戒。 珊珊, 好久不见, 你瘦了。 我看着他礼貌地微笑, 只觉得陌生。 目光落在他的手指上, 都分手了, 还戴着戒指啊。 丁思辰的小心思被发现, 他很欣喜。 像个被老师点名的小朋友, 高傲地昂起他雪白的颈部。 我说了, 我们注定在一起, 在我心里, 你从来没有离开。 你忘了, 你替我戴上的时候, 承诺要爱我一辈子。 好会说的一张嘴, 好恶心的一招回一杀。 我也摆弄了下自己的手指, 那上面赫然戴着一款婚戒, 最经典的女款。 丁思辰肉眼可见地慌了。 你订婚了? 才分开多久你就有新欢了。 这怎么可能? 他人在哪? 丁思辰疯了一般, 向会场周围看, 试图找到和我带同款的女嘉宾。 我款款一笑, 这不关你事, 我只是想说, 你我已无关系了, 不要再打扰我。 丁思辰的眼泪突然落下, 如泉涌般, 令人猝不及防。 他固步的形象, 扑上来拉住我。 珊珊, 我真的错了, 这么多天, 我每天都在想你。 你走了我才知道, 你对我有多好有多重要, 你知道我多后悔吗? 珊珊, 求求你, 回到我身边吧。 我给你投资, 我给你开分公司, 好不好? 我冷笑一声, 看着不顾形象的丁家大少爷, 只觉得厌烦。 你知道我的项目潜力多大? 想投资的人, 从这能排到五环外。 你想投资, 都不够格。 我说的不是气话, 想要跟我一起赚钱的人, 不在少数。 丁家我根本看不上。 而丁思辰掌管的丁氏集团, 势必不会走远。 丁思辰显然不甘心, 他整个人贴在我身上, 惹得周围的人都投来异样的目光。 我不得大力将他推开。 丁思辰重心不稳, 摔倒时推了下一旁的桌子。 香槟塔应声落地, 为这次晚宴画下难堪的一笔。 丁思辰发觉自己惹了祸, 落荒而逃。 会场里的空气很闷。 我走到一楼处抽烟时, 却看到两个人撕扯的身影。 那身影无比熟悉。 白子墨穿着精致的礼服, 被丁思辰死死拦住。 他真的不在这儿, 你别闹了。 你怎么变得这么不懂事? 白子墨眼含泪花, 看着楚楚可怜。 你是不是看他现在好起来, 你后悔了? 那你就去娶他呀。 还说什么爱了我十年, 都是骗人的。 丁思辰叹了口气, 顺手点了根烟, 似乎根本不在乎白子墨的眼泪。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我爸妈喜欢他, 那是他的本事。 我爸妈就认准他这个儿媳妇, 我有什么办法? 有能耐, 你让他们接受你呀, 别在这跟我耍脾气, 我不惯着你。 丁思辰这副样子我太熟悉了, 当他不耐烦, 甚至有些累的时候, 他就会给你画一个坑, 让你自己跳进去, 自证或者自己想办法。 这样他就甩掉了一个麻烦。 我曾经无数次被他这一招耍得团团转。 白子墨显然玩不过丁思辰。 我不管, 我就要跟你结婚, 谁都阻挡不了我。 看来白子墨驾进豪门的心已经定了。 丁思辰好说歹说, 将人哄上车。 我刚要转身离开, 听见他下车拨了个电话出去。 妈, 这次不成你也别逼我了, 我尽力了。 想嫁我的人多了去了, 他一个程序员算个屁, 我的拳头下意识握紧。 原来丁思辰并非深情流露, 才来挽回我, 甚至还伙同家人为我设下圈套。 看来这一家子都非纯良之人。 之前都是我有眼无珠, 看错人了。 想到这我直接拨通了传媒公司老总的电话, 为他献上一个大挂。 丁思辰和白子墨亲热的视频被打了后马之后上了热搜。 他和白子墨密谋的音频全被播放出来。 丁氏集团总裁从此有了个响亮的名号。 端水大师连婚礼都要跟白月光平分的男人被网友们骂惨了。 而我这个科技新贵成了网友心中深情的钻石王老五。 热搜一连半个月都在榜上。 丁思辰花了大价钱攻关, 全部打了水漂。 因为网友们形成自发的水军维护正义。 在不同的平台发声, 根本清理不过来。 抵抗了半个月后, 丁思辰彻底放弃了。 这件事之后, 丁思辰彻底不敢联系我了。 对外宣称自己出国养病, 实际上被丁氏除了名。 公司因他产生的损失十分惨重。 几个月后, 我的科技公司上市。 庆宫晚宴当天, 赵苑也给我带来新的八卦。 白子墨嫁入豪门失败, 被丁思辰在街头暴打。 网友把视频发到网上, 丁思辰的名声彻底臭了。 丁氏集团总裁从此多了个外号。 家暴魔头, 我笑着摇摇头, 牵着我的男朋友, 验宾客。 一切都与我无关了。 我的幸福就在自己手中。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笑, 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 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 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 祝你幸福安康, 万事如意。 同时欢迎您留言, 订阅, 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